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阿波羅網報導 牛皮吹破了中共新聞聯播見可笑一幕 綜合報導 前線嚴重缺兵 6萬名烏克蘭女兵上戰場 卻領不到適合裝備 臺灣日益重要 外媒報導拜登指派親信接掌AIT主席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副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18號 星期六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牛皮吹破了中共新聞聯播現可笑一幕 阿波羅網報導 阿波羅網記者秦瑞報導 2月16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 宣布防控取得決定性勝利 中共喉舌隨即開足馬力 對此進行鼓吹 18日 中共人民日報發表重音署名文章 標題赫然是重大決定性勝利 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 中共央視也發表評論文章 題為 重大決定性勝利 強勁滿格的信心 然而 2月14號 伊朗總統萊西訪問中國時 卻出現了這樣一幕 在中共新聞聯播放出的現場畫面中 當中醫雙方高層舉行會議時 除習近平和萊西之外 在場的中醫雙方人員全部戴有口罩 甚至 萊西在習近平陪同下檢閱中共軍隊儀仗隊時 儀仗隊軍人同樣佩戴口罩 在此之前的2月9日 柬埔寨首相洪森訪問中國時也發生了同樣一幕 這不僅讓人產生疑問 既然中共已宣稱獲得重大決定性勝利 甚至創造的是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 為什麼與會者到儀仗隊全部佩戴口罩?中共究竟在害怕什麼? 不僅如此 從《人民日報》和中共央視的文章中 完全沒有動態清零的身影 而且 這個過去幾年不斷出現在中共喉舌宣傳中的關鍵詞 沒有出現在中共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通稿中 去年11月 《人民日報》《眾因》連續發表多篇文章 聲稱堅定不移貫徹動態清零總方針等等 曾經引發外界關注 然而 11月底白紙革命突然在中國整個大陸全面爆發 並產生深遠影響 1月8日 中共政府正式調整為儀類儀管 不再實行隔離措施等等 新華社於同日刊登萬字長文 罕見提及2022年11月下旬 一些民眾反映部分地區靜默管理 層層加碼等防控問題 引起高度關注 有學者指出 新華社的文章等於間接承認白紙運動倒逼中共政府改變防控思路 之所以說白紙革命產生深遠影響 不僅僅是以上方面 在中國大陸隨後出現了煙花革命 白髮運動 無一不是白紙革命的延續 最令人矚目的是 白紙革命 白髮運動中都有民眾喊出 《共產黨下臺》《打倒反動政府》 這種震耳發聩的口號 這標誌著中國民眾已經從根本上開始覺醒 前線嚴重缺兵 6萬名烏克蘭女兵上戰場卻領不到適合裝備 隨著俄烏戰爭越演越烈 許多烏克蘭女兵出現在戰場上 但裝備供應面卻出現嚴重缺口 導致烏克蘭國內的一些志願者開始加班趕工 製作合適這些女兵的制服 軍靴 輕型防彈衣等單軍裝備 不過 此現象也帶出烏克蘭未來將面臨的人口及經濟危機 據報導 日前記錄在冊的烏克蘭女兵人數已經超過6萬人 而女兵需要與男兵不同的裝備和個人物品 但烏克蘭軍方以女兵激增是一個較新現象為由 拒絕提供相應的物資 據消息指出 近期招募的烏克蘭女兵們只能穿戴超大號的鞋子和頭盔 行動非常不便 有些人選擇穿輕便但並不結實的運動鞋上戰場 而那些專門為男兵設計的防彈背心的重量 幾乎是某些較為瘦弱的女兵體重的一半 隨著俄烏戰事爆發 烏軍多支精銳部隊幾乎消耗殆勁 該國16歲至60歲的男性被大量征召並上戰場 與此同時 未填補重大傷亡造成兵力短缺及持續作戰能力 烏克蘭當局開始鼓勵女性參軍 越來越多女性被送往前線 然而 因為烏克蘭本就後勤吃緊 前線士兵連基本的食品 藥品和彈藥都成了問題 故基輔方面沒有餘力去關注女兵的裝備問題 對此 烏克蘭國內自發成立了一個名為女同胞的慈善組織 每週定期向前線女兵提供各種物品 除了尺寸合適的軍服 軍靴和輕便的防彈衣外 還包括更暖和的睡袋和護膚面霜等物資 資金則主要來源於其國內民眾捐贈和企業大亨的資助 不過 當一個國家的大部分可用男性都被征召得差不多 以至於不得不把大量年輕女性送上戰場 不僅意味著該國的兵源出了問題 更會對其國內各領域的生產工作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而在烏克蘭大量女性被徵召入伍的同時 政府和軍方高層不提供恰當的個人裝備 此結果也被外界認為 並非不願而是做不到 臺灣日益重要 外媒報拜登指派親信接掌AIT主席 美中關係因為中國間諜氣球日益緊張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 中國與臺灣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 日前被報將於下月離職 原本被認為是與間諜氣球有關 如今卻傳出 美國總統拜登是要指派這位親信 接掌美國在臺寫會主席一職 他將擔任美國與臺灣間重要橋樑 消息已在華盛頓關注美中臺關係的學者智庫圈中傳開 自由亞洲電臺獨家報導 即將離任的美國白宮國安會 中國與臺灣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 將出任美國在臺協會主席一職 接替現任主席莫劍 並將全職常駐華盛頓 羅森伯格是拜登的首席中國顧問 也是美國德國馬爾西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 擔任保障民主聯盟的主任 長期從事外交政策制定工作 曾經在歐巴馬政府的國安會負責制定對中國朝鮮半島政策 且在美國國務院工作多年 曾是時任副國務卿布林肯的幕僚長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時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皮競選團隊的外交政策顧問 資歷相當豐厚 至於美國在臺協會 則是美國依臺灣關係法成立的非營利民間機構 負責處理美臺之間的非官方關係 在臺協會主席參與美國對臺政策討論 也會代表美國政府定期到臺訪問 CNN引述白宮官員的說法 指羅森伯格的離職早在籌備中 與中國間諜氣球事件無關 不具名官員表示 羅森伯格在白宮任職期間負責的是加強美國與臺灣的非官方關係 根據美方長期政策擴大與深化美臺的接觸 據瞭解 羅森伯格的職位將由貝蘭接替 他從國務院到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 擔任中國與臺灣事務高級主管 感謝您的支持 我們每天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請您訂閱阿波羅網的主頻道熱點直擊 請您點讚 轉發和留言 祝您週末愉快 再會 CNN引述